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在平常生活当中 你有帮周围的朋友介绍过男女朋友吗 一般我欠分不欠和 看得出来像这种人 我觉得你特别适合我们这个节目 为什么呢 为什么 舅舅是娘家人的你没发现 对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边 在所有的亲戚里边 舅舅的这个地位是很特别的 是 娘舅嘛 觉得是很高的 在中国过去啊 比如说要分家 这种大事的时候 娘舅它是可以做主的 那我今天我会尽我所能 站在这个女方的立场 好 来 我们有一个环节 快活快答的意思就是 不要想好不好 千和好酱油 真爱林天佳 接下来进入千和林天佳酱油 真心问答环节 最让你动心的一个瞬间是什么 来上相亲大会 上相不算商业互捧 算 有一天你儿子说 老爸 我喜欢上了一个女团成员 你会怎样 把这个女团买下来 把气 婚姻20年 你会20年 对 最重要的秘诀是什么 有事没事 先道歉 其实在家里边 地位这么卑微吗 两个人要相处呢 在生活里面 难免会有一些摩擦 有摩擦的时候先道歉 反正先道歉没错 有一天你上时尚杂志封面 请摆出你认为 最时尚霸气的三个姿势 三个姿势 一对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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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谁 幸亏是三个 再来两个他就要疯了我 你平时会怎么跟老婆撒娇 我 我一开玩笑 我这么大男人 我不撒娇 我不撒娇 有一套 有一套 可以的 可以的 来 尝一尝 我们签和林添加酱油 哎呀 太好了 站一下 是 没有添加的 纯天然的 林添加 好的 再次欢迎王小夕 谢谢 来 我们看一看我们的老朋友 来 三号家庭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三号张兆涵 我们又来了 在之前两次录制节目当中 我出场四次 失败四次 在房间里面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不过这一次呢 我会擦干泪水 重新追求我的爱情 因为工作的原因 爸爸妈妈没有办法过来 然后我带来了 象征他们爱情的胸花哦 如果要是遇到新衣的男嘉宾 我会为他亲手带上爱情的胸花 加油 好的 来 5号 大家好 我是5号女嘉宾李雨昕 哎呀 我也是老朋友了 上一次来呢 其实有点小遗憾 在这个小房间里 我觉得自己也不够勇敢 没有走出来和男嘉宾有交流和沟通 然后上一次我也算是打了一次酱油吧 好 这一次呢 我带来了我的妹妹 希望妹妹来帮我把一把关 然后也祝福今天的自己 遇到这份属于我的最幸运的幸运 好的 那你这次一定要认真相信 不要再打酱油了 要吃只吃 千和零添加酱油 来 欢迎两位 哈喽 舅舅好 你好 你好 舅舅多多帮忙 千和好酱油 珍爱零添加 有请1号家庭 不说不知一家人 绝对不知一家门 门班轻轻 好煞 好帅 下啊 下啊 到底是什么意思 下起就是这样的帅 孟爷爷好 大家好 我是影儿 今年28岁 来自中国 香港 我在上海 一个国际投资银行里面 做资产管理 你帅动挺配的 今天我带了我的朋友 跟我一起挑选男嘉宾 好 你觉得他要找什么样的 比较合适 我觉得他应该是找那种很外向 然后很喜欢运动的那种男神 周六就是这样 吃的房也吃 好的 欢迎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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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2号家庭 这个妈妈好看 大家好 大家好 孟爷爷好 我叫胡于谦 今年26岁 来自上海 硕士毕业于复旦大学心理学系 好厉害 学霸 现在呢 是在一家咨询公司 做定量研究相关的工作 我特别喜欢阅读和写诗 我喜欢的男生会是 有匪君子 如妾如搓 如镯如磨 喜欢写诗的女生现在不多 妈妈和表妹 表妹 大家好 我是胡于谦的妈妈 很开心啊 能够这么近距离地看我们的孟非老师 哎呀 真的是觉得太开心了 来这个舞台 然后再凑近点 然后再凑近点 我是从事那个工程造价管理工作 我是一名工程师 平时呢就是我有抽空啊 我很喜欢去健身啊 有时候去挑挑针吧 有时候会打打拳 还会有时候撸撸铁 如果你是一个阳光帅气 而且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男生 欢迎你到我们家里来 好的 欢迎你们 谢谢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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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4号家庭 大家好 大家好 好疼耶 大家好 孟老师好 我叫高嘉颖 今年24岁 我目前呢 是在金史密斯大学的博士再读生 我同时呢 也是一名资深的教育 所以可以看到我其实不是一个 传统意义上的女博士 我其实平时呢也是一个 爱挑战的冒险派 像滑雪啊 冲浪啊 蹦极啊 攀岩啊 我都特别喜欢 所以今天呢 我希望我可以遇到一位 和我一样爱运动的男嘉宾 孟爷爷 因为她刚刚说她很爱运动嘛 所以我想推荐给你 试试ABC的汉芳唇棉 因为她有五大的汉芳植物精髓 所以养护身体的同时 你特殊时期 然后运动起来 特别安心推荐你 谢谢 大家好 孟爷爷好 嘉宾八年的感情 由于她们人生目标的不一致 无疾而终了 八年 八年 今天来到新相亲大会 对未来女婿我认为 颜值收入都不重要 但是要和女儿学历相当 有自己的事业 能hold得住嘉宾 要求好高啊 像学历相当啊 赞金付墨 赞金付墨 叔叔 孟老师你好 你好 我今天先谢谢你 我爸爸今年86 我妈妈今年82 他是你可想忠实的粉丝吧 谢谢他 他们老年的生活 因为你这个相亲节目 给他们带来很多的欢乐 因为我们不住在一起 有时候我们对父母的关心不够 我作为儿子 真的谢谢你 给我父母亲 老年的精神生活 带来很多的快乐 我们子女没有做到 谢谢 我做了你该做 而没有做好的事情 谢谢 谢谢 真的谢谢 我发现他们家 女儿来找对象 妈妈来陪女儿找对象 叔叔主要来夸我们节目 是的 很好 这个组合很好 欢迎你们 本嘉宾由珍盖网推荐 有请6号嘉宾 这个好甜 大家好 这是组合格吗 这是女生最好露肩膀 为什么 大家好 孟爷爷好 我叫孙婉泽 今年27岁 毕业于旧金山大学 读企业家管理和创新专业 我现在是一家 互联网电商公司的合伙人 我有一点小傲娇 可能我喜欢你100分 但是我可能只会表现出70分 心里感动得稀里哗啦 可能也只会说还可以谢谢你 希望今天可以在现场找到一个 注重生活品质 爱生活的精致男孩 他可以看穿我的口是心非 谢谢大家 妈妈和姥姥 大家好 孟爷爷好 我是婉哲的老蜜桃 好可爱 今天给婉哲选了一下 我是要求挺高的 有什么要求说一说 要求我希望给婉哲找一个 像晋东啊 王耀庆这样的男嘉宾是最好的 要找你这样的男友 王耀庆这样不好找 是吗 如果有这样的男嘉宾 今天舞台上 我肯定跟婉哲俩 帮婉哲抢过来 那竞争一定会很激烈的 但我的要求还是男嘉宾别太帅 这我不同意 在我看来 我觉得男嘉宾的年龄 他不是问题 大个十几岁啊 即便他有过婚事 就是他足够优秀 我们都能接受 女儿可以吗 就是大十几岁有过婚事 也OK吗 也有 为什么你说的 也好 我发现这个母女二人 在这个问题上 并没有深度的勾断 欢迎你们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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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家庭请就位 脱单快 尚深爱 两亿单身好青年 都在用真爱的 我们现在到三现场去看看 舅舅在里边 是不是特别欢乐 压力特别大 爷爷 愿众而道远感觉 刚才六个家庭 出来亮相的时候 你对哪一个家庭 印象比较深 这个都挺深的 对 我感觉这个水特别深 欢迎进入千和灵添加酱油 新乡亲大会 本节目由千和灵添加酱油 独家冠名播出 买酱油 选灵添加 不添加味精色素 防腐剂 新乡亲大会 由狼牌特区 战略合作播出 与狼共龙马奔腾 狼牌特区 本节目由港容真蛋糕 特别赞助播出 港容真蛋糕 我对你是真的 港容真蛋糕 好吃不上火 新乡亲大会 暖心合作伙伴 999感冒0 暖暖的很贴心 千和好酱油 真爱灵添加 有请1号男嘉宾 是 赞助 画的好玩 这可以 这个可以 哇太帅了 帅了 你要吃点 好 谢谢 孟老师好 你好 大家好 我叫周立雍 今年26岁 来自上海 毕业于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硕士学位 然后现在在一家海外置业任职 然后是负责市场这一块的 我平时喜欢打打球 去健身 然后唱唱歌什么的 希望今天能遇到一位 比较 我就说他喜欢 二号 爆灯了 希望今天能遇到一位 突然心动 谢谢 谢谢 话都没说完 这边就有爆灯的了 你看看这个竞争有多么激烈 二号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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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你刚刚一走出来 就让我有一种海边清风的感觉 让我有一种海边清风的感觉 就是我喜欢那种有少年感的男生 谢谢 谢谢 这也是我没想到的 我也没想到 我想问一下 二号有多久没谈过恋爱了 没有 没有 有时候就是需要一点演员 谢谢 谢谢 我就这么喜欢 这个女孩子太文艺了 不是周立庸的人的种 你继续说 我希望今天能遇到一个 比较热爱生活 能接受羊宠物 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这一方面 羊宠物 猫狗双拳 那我可以 那我可以 你的宠物是什么品种 两只猫咪 对 平时生活中 不要太粘人 不要太多 我还独立 外形的话 可能不要太娇小这样子 我挺爷们的 你生活在上海是吧 对 那就是我 我也在上海 这你们有达成一定的共识吗 如果穷时间你们都是 没有 都是抢的 高频的比赛 来 二号也在上海 对 我们在上海 你好 就是太开心了 就是你一出来 我就觉得我知道我女儿会喜欢你 谢谢 太荣幸 果然她就暴动了 我就暴动了 然后更重要的要告诉你说 我女儿特别喜欢宠物 所以这一点你们太合得来了 好的 我女儿喜欢 我肯定就喜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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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号 男嘉宾今年多少岁 然后你喜欢大概多少岁到多少岁的女嘉宾 我现在26岁 然后 弟弟 可以比我大我喜欢了 比我不要大出一岁吧 一号是二十 多一点点 可以吗 多几点点 应该是一岁那样 我姐姐要是六岁 好好 她不是教肖类型的 你一定会喜欢 好的 完美 完美 听话懂事 好 谢谢 6号 你好 男嘉宾 我想问你个问题 能喝酒吗 我25岁之前 可能喝的比较多 因为我们偶尔会小酌几倍 我想现在试试你的酒量 试试你的酒量 可以一个 可以 要求我大出面干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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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酒好 我妈很能喝的 现场可以喝 你应该酒量也不错吧 也还可以 如果我女儿喜欢你的话 有机会到我家 咱们一起试 好的 好的 妈妈喜欢了 我还好 说还好的时候 其实很喜欢对不对 对不起 我们没有菜 要不然你喝口酱油过一下 可以 狼牌特区很好是我代言的 狼牌特区 伴你前行 让勇敢充满自己 春节送礼 宴席用酒就选狼牌特区 羽狼共舞 龙马奔腾狼牌特区 ABC汉方纯眠 养护友方 友爱更健康 来 我们看短片 等一下四度 我跟不想要 就很想要 去看车 隔夜 里面 去看车 你 有个人 很高兴 他 又不是 有 跟 这个不好 冷战 这个我不行 东北人一定要就吵出来的这种 我是那种吵架 我们宁愿互相男女博打 我也不喜欢冷战的男女 我不愿意伤害女生 所以在感情里 从不主动提分手 我潜意识里 只会觉得我提分手 就是我有什么原因 有时的确没有什么原因 只是没有感觉了 下一段恋爱 我给自己规定了时间 一年为限 本嘉宾由真爱网推荐 这个不是我的款 现在依然觉得想要爆灯吗 好多疑惑 满满的疑惑 刚才片子里边说 希望能和女生一起感受 生活里最真实的温度 你想找的女生 是不是就像999感冒灵 暖暖的很贴心的女生 是 真的是有一点 对 5号 男嘉宾你好 我是5号女嘉宾的妹妹 我看您在VCR当中说 您比较喜欢冷战 因为我的姐姐 她是不太能接受冷战的 那您之前和您的前女友 冷战通常是怎么和好的 对 这个是我要问的 冷战对于我来说 可能只是一个冷静的过程 我会把自己冷静下来 然后再和她们交流 她还是会沟通 也有可能是女方直接 主动找我和我沟通 那我应该也会很快 就消气这样子 那是多少 大概就是两个礼拜左右 那通常您的冷战时间 是多久 如果女方不找你的话 我觉得小吵小闹两三天 如果严重一点的话 大概一周吧 小吵小闹两三天 如果严重一点的话 大概一周吧 那不行 不行 她很喜欢冷战 你这个宝宝气还挺大 好久 小吵小闹都要两三天 我只是给自己一个冷静的时间 对对对 不是在生气 说这很久 觉得性格方面 这个男嘉宾跟我的女儿 不太合适 谢谢 谢谢 没关系 没关系 1号 其实我刚刚看到冷战的时候 我其实心里也是有点担心 我觉得冷战力其实是挺差的一个 在感情中的一个处理方式 因为你可能想到自己的感受 你没有想到可能对方 在这两三天其实是很焦虑的 你会让对方感觉你是在放弃 你没有在交流 下一次你还是会有同样一个问题 然后下一次还是会冷战 所以就 而且我觉得婴儿应该是 话特别多的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 她无法能接受的一个方式 然后看到对不起 然后看到对不起 没事 没关系 家人就灭掉了 她走了 完了 完了 好像所有的女孩子 很少很少有人喜欢冷战 感情离我最受不了的就是冷战 直接聊开就很好 我的性格是有一点那种被动型的 如果她还冷战 就很容易就僵住 对 6号 男嘉宾 我给你个建议 不一定对 就是我是不希望我女儿找的男朋友 是喜欢冷战的 因为我们都没有一句话 就是没有隔夜愁 就像我跟我爱人 如果生气的话 我给她一个台阶 她妥协一下 我们当天就解决了 绝对不会去冷战去 是 是 妈妈小课堂 就是人这一辈子就三万多条 你说现在还剩一两万条了 然后你还去冷战 有意义吗 就有什么事再该解决解决 我是这是一个建议啊 不一定对 谢谢 谢谢 你一说一共就三万多天 我听完你这话 我顿时就慌了 是吧 我也是 我真的数 我还还过了多少天 淳叶 如果你在谈恋爱的时候 碰到了这样的事情 两个人问一点什么事 对方两三天 就是这种 你能接受吗 她刚刚讲了一个 我觉得还是有点希望 她刚说如果女孩去找她的话 她还是愿意跟女孩沟通嘛 因为她是报纸就是说 还是愿意跟我沟通 只不过她并不主动 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每次都要你主动 什么感觉呢 这是我性格使然 谁被动主动不重要 我一定是主动的那一个 她也是属于存不住话的人 对 所以对于我来说就还好还好 那女孩子肯定是希望被人哄的呀 但我觉得只要问题能解决 谁找谁都行 爺爺 舅舅 我是觉得冷战 它绝对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式 那只有沟通 才是建立信任最好的一个基础 从善意的角度 我们去理解这件事情呢 可能是她不喜欢正面跟别人起冲突 但是那个刚刚她说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就是现场的六位女嘉宾 同时间就往后退了一步 希望男嘉宾为自己解释解释 是的 出现了问题 完全采取回避的态度 我认为是不足取的 完全采取回避 我是不建议的 对吧 还是要沟通 对 我首先想澄清的一点是 在一段感情中 我是基本上就是 能让着就让着 大家双方能妥协的事情 她如果无法退让一步 那我退让一步 这都是可以解决的 不是说遇到什么问题 我都会选择冷处理来面对的 对 她就是处理问题的方式 就是不主动说出来 不仅是感情上 其他问题也一样 对对对 那就是性格问题了 她有可能会跟身边的朋友说 但是她不会当面就指出来 你怎么怎么样这样 我觉得是这样的 你不能说我喜欢冷战 我认为没有什么人喜欢冷战 是 是 是 只不过在表 就发生矛盾之后 比起那种火星撞地球式的吵架 她可能愿意选择这种方式 而不是说我挺喜欢冷战的事 孟老师说的完全对 对吧 因为她以前遇到的女生 都是只能跟她吵架 不能平和下来沟通的有可能 所以她就觉得只能冷战 但我觉得我可以治愈她 哇 你想改变她现在 哇 厉害 2号 我想问一下男嘉宾 刚刚你说了几个点 就是业余生活 就是打打球啊 去运动啊什么的 然后你除了这些 还有其他的一些爱好吗 还有我说到的 可能我会隔三差五的 去唱唱歌这样子 好 那我唱一段 来 他唱歌还可以 唱不错 挺好的 加分 李浩荣 李浩荣 对不起 李浩荣 李浩荣 我寻生 也不 leicht 我们除了 李浩荣 political 我26 第一个 这条 帮我这也算是加分一下 搬回一分 你应该一上来就唱是吗 我应该唱着走上来 唱得好听 但是姥姥的表情还有点奇怪 相忠 姥姥老太太 你相忠 好 听你的 哎呀 我应该唱着走上来 先撸走上去 2号 男嘉宾你好 我想问一下你VC2里说的 一年的恋爱期是什么意思 这个一年对我来说可能只是一个 粗糙的一个框架 会给自己这段时间来确定 是不是这是一个正确的人 是否继续和他发展下去 当然这个目的就是为了绷着结婚去的 对 我觉得说明男嘉宾是一个比较踏实 而且负责任的人 就是时间不长也不短 对 我就特别同意这个话 一年他为什么好 就是我们生活当中 大概会出现的碰到的事情 一年基本上都会碰到一次 如果你只谈11个月 他就会有一个隐患 就差那一个月正好赶上过年 他就可能因为到谁家去过年 发生冲突说不定就掰了 所以对吧 一年该碰到的都碰到了 是 对对对对 对对对 对对 4号 小伙子 我在这观察了你 我看你上场到现在呢 可能是性格的原因 喝了个酒以后好了一点 喝了酒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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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杯 好酒好酒 我们大千世界各有各种性格嘛 也外向也内向 你这个太理智 残念的东西 要有温度 要有激情的 你搞得算素理化了呀 那肯定不太合适的 没有没有没有 不会的不会的 你的性格是相对来说内向一些 不会吧 我觉得有挺外向的 对 只不过刚才上来的时候 挺陌生的一个环境对吧 现在上来熟悉了 那我自然而然就放开一点 喂 喂 你好 孟爷爷 我是三号女嘉宾 然后能把我的声音公放一下吗 好的 三号的声音放一下 喂 那嘉宾你好 我是三号女嘉宾 你好 你好 那个刚才说下一段恋爱 你会以一年为期限 然后会有一个决定嘛 但是刚才你的VCR里面呢 又说你不会主动说分手 那么我想问 如果说你们在一起一年之后 你发现不合适了的话 那你会怎么做呢 我可能更多的会倾向于去沟通吧 来 又是沟通 通过沟通就能解决的 他的问题是这样的 你已经断定我跟他不合适了 你打算怎么办 就是从现在开始 我会一年为期 但只是一个粗糙的一个框架而已 这个一年真的 没有那么死 真的没有那么死 主要还是顺其自然 对 他还不会提分手 他就男战然后烧失 对 逼你说分手 对 表达一下就是那个 一年了 到时间了 我也并没有在准备结婚的事情 你看着办吧 分手吧 拜拜 我们说的不是一年还是两年 是分手的那个方式 他好像很回避这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三号女生 如果是你俩人不合适 你会有什么方法 我会当机立断地告诉他 我们不合适 对啊 对 首先不要再拖彼此的感情 也不要再拖彼此的时间 我觉得当机立断是最好的选择 嗯 但是 据我在生活中观察 女生在这个事上是高度一致的 绝大多数女生觉得 我跟你不合适 那就说呗 但是有相当多的男人并不是这样 他会觉得这样对女生是一种伤害 淳于 你为什么是这种表情 没有 就是我特别赞同你说的 很多人男生就不知道 他会用一种很奇怪的东西 比如说消失啊 信息不回啊 这不挺好的吗 哪 哪好了 比如说我觉得我不合适了 我就慢慢慢慢联系得少一点呗 然后让你有感觉了你说 就是 你怎么不太理我了呢 最近 对啊 那你为什么不来陪我吃饭了呢 最近 看我也少了 那你还没数吗 这样说不是好一点吗 我觉得是不是 稍微说得清晰一点会好 好一丢丢 好 我来问一下 舅舅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有没有一种说法叫做 我觉得我们比较适合做朋友 这是你的套路是吧 我看你那个样子 好像没有拒绝过女人 我都是被甩的那个 没有来得及轮到我说这句话 好不好 这个回答挺好的 我刚才的一个建议是 当你觉得两个人关系要结束的时候 如果对方对你是有感情的话 这种结束肯定都会有伤害 只是我们评估一下 根据对方的性格 我们来采取哪一种方式 伤害解小到最小 对对对 喂 孟爷爷我是6号女嘉宾 能转接一下我妈妈吗 6号妈妈 喂 万泽 妈妈你觉得这个男生怎么样 看你的呀 我觉得虽然她唱歌很好听很加分 但是因为我的性格就可能不太合适 还需要一个主动一点的男生 帮我灭一下吧 好吗 男嘉宾 我跟你说一下 其实刚才你唱歌真打动我了 但是我女儿说 你的某些方面不符合她的要求 好 谢谢 谢谢 好 不好意思 你们两个组已经推出了 对 对 然后影儿也灭掉了对不对 对 灭掉了 来 看三个女生的基本资料 2号 胡渝仙26岁 企业咨询公司高级研究员 张兆涵23岁 民宿老板 高佳颖25岁 博士在都 来看三条甜蜜情报 在今天4岁的时候 我就跟你爸爸其实就分开了 该给予她的爱 教育 陪伴 我们都一直在一个和谐的状况下 跟她一起生活在一起 刚知道的时候 肯定是觉得非常震惊的 就有一种全世界都知道 但只有我不知道的感觉 但是特观理性地去分析 我也觉得你们不合适 应该分开 与其说在一个家庭里面 夫妻两个别别扭扭的 不如很平和地做朋友似的 更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我妈其实是一个晒娜狂魔 一天搭调朋友圈 全部都是我 关键还全部都是我的黑照 就这个照片 差不多是我上小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特别的黑 看看这张 这真是太蠢了 我醉了 就你看这个死亡角度 我差点以为 我这是一米二都不到的腿 未来的男朋友 希望你的拍照技术 可以好过我吗 我们一起在朋友圈 发明媚的照片 男嘉宾 你好 高嘉宇 读书士研究生期间 他参加了 东法艺术交流中心的 艺术巡演 把他的形象印在门票上 和海报上 然后一个多月前 高嘉宇参加了 东黄研究院的 一个艺术交流项目 在这个项目中间 高嘉宇和环景经济院长 有了一个亲密的交流的机会 男嘉宾 如果你是一个爱好艺术的人 你牵高嘉宇走 绝对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有请3号 4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从3号开始 哈喽 男嘉宾 你好 我是3号女嘉宾 你好 我觉得你的长相 带给我一种 就是像有一个甜甜的恋爱的感觉 然后你唱歌呢 也非常的好听 但是 在感情当中 男孩子应该占主导权更多一点 我觉得如果我们吵架的话 我希望是你去及时地来找我解决问题 而不是冷静一段时间之后 我去找你去及时地沟通这个问题 所以相对于这一点来说的话 我可能觉得2号它会更加适合你 对不起 谢谢 谢谢 4号 男嘉宾 你好 其实我看了你的VCR盒之后 我觉得其实我们的背景 还是比较相当 但是 我是一个比较主动的女生 我觉得在一段感情中 如果总是一个人 特别主动来带动整个的氛围的话 可能也不是特别好 所以我觉得你可能会和2号女嘉宾 会更合适一些 谢谢 来 2号 首先真的很感谢就是姐妹们 感觉要把你送给我这样子 然后为什么那么早就做你爆灯 就是你第一眼就是我 会很喜欢那种有少年感的人 就是真的像一阵清风一样 所以我就还没有再了解你 任何的情况下 就很冲动地爆了灯 可能一个感情开始 也就是有些冲动的 之后看你VCR的时候 很多人都有些顾虑 就包括你对冷战的那些部分的表达 我是学心理学的嘛 我知道当大家都看到你的那种 处理方式的时候 他们有些顾虑或者不认可 但是我却看到了另外一面 我觉得你应该会是一个很温柔的人 因为你不想有正面的冲突 你不想有激烈的争吵 可能在你以前的关系中 往往都是这种激烈的争吵 你没有遇到我 没有遇到我 我只想做你的太阳 你的太阳 在你的心里 在你的心底 不管是多远的远走 就是我会用一种更加平和的沟通的方式 但是我也不在意谁主动谁不主动 我只希望问题能够得到解决 然后 这也是我的第一次对别人表白了 我始终认为 人这一辈子遇到爱不稀奇 但稀奇的是遇到理解 所以说如果你能选择我的话 我不会像小女生一样黏人作闹 我是会真真正正地去理解你 谢谢 两个很配 其实 谢谢 谢谢 你看 学不学心理学 它就是有区别 来 我们看一下三线场 大家好 我是周利用的表哥 现在的情况是 另外两个女生 已经明确地表达了放弃 两个女生当中你淘汰一个 首先三位女嘉宾 她的表演都很优秀 特别是2号 2号女嘉宾 你就夸夸2号就好了 非常文艺 但是我们庸庸 她并不是一个文艺的人 我个人的想法是 因为我觉得2号可能不太适合 2号不太适合 2号 她表哥建议淘汰2号 这一定不是亲表哥 你确定你在看我们节目吗 确定 确定 你觉得2号不太适合是吧 对 那两个女生你觉得哪一个合适呢 我觉得4号更合适一点 但是4号说她并不喜欢你表弟 这个问题就很尴尬了 是 但是这就是缘分嘛 这是你表哥啊 亲的吗 好尴尬啊 他说害他自己表弟啊 这只是我的个人的看法 这显然是你个人的看法 超有想法 好了 我汉队快下来了 汉队意思是淘汰2号 你同不同意 表哥的话不停 不停 来 现在的情况是你淘汰谁 我 4号 不好意思 谢谢4号 港容蒸蛋糕好吃不上火 下面进入港容蒸蛋糕提问环节 最后一个问题问两个女生 其实我的问题和刚才大家讨论的 很接近就是 如果再出现冷战的情况 你们会怎么来缓解我们之间的关系呢 3号 是这样的就是 首先我不喜欢冷战 其次就是如果说我们在一起了 冷战了 我希望是你来主动找我 因为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很黏人的女生 但是我希望在爱情当中 男生是占据主导地位的 谢谢 来 2号 就是我没有觉得一定要男生或者女生 主动先来解决问题 我觉得可以通过更加平和的方式来沟通 因为我们的共同一致的目标 是要把这个问题更好地解决 我也会主动来沟通的 你要相信我的沟通能力 好 千和好酱油 真爱灵天佳 来 两个女生当中要做最后的决定了 2号还是3号 千和好酱油 真爱灵天佳 与你一起见证幸福 千和铃添加酱油提醒您 新乡亲大会精彩稍后继续 孟老师 孟老师 我想参加节目 行 来 介绍一下你自己 大家好 孟爷爷好 我身高185 腿长1米5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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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重新说 我们这个舞台上还是实实在在的 不过度包装 不添加杂质才能真情实的 好的 那我好好说 大家好 孟爷爷好 我身高1米7 腿长1米左右吧 长得普普通通 但有一颗真诚的心 这不挺好的吗 乡亲实在就是最好的 就像买酱油 要选链添加 千和铃添加酱油 不添加味精 色素 防腐剂 千和铃添加酱油 新乡亲大会精彩继续 本节目游戏 在两个女生当中 要做最后的决定了 2号还是3号 我选择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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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的味道一辈子忘不了 有请嘉宾进入阿道湖相爱空间站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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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太好了 谢谢 好 我过去了 哇 从那个草地出来走到这个采访间路上还是比较冷的嘛 男嘉宾也是很体贴的把他外套给我穿了 这一点让我觉得他还是蛮会照顾人很体贴的 第一印象看上去就 眼前一亮吧 和我想象中差不多 刚刚经历了这个节目开播以来 最匪夷所似的男嘉宾亲友团 对 对 我们也不太好评价 不太好评价 我的感受是 最后一个问题 往往是最在乎的那个问题 他对于冲突的强烈的这种回避 是一定有原因的 这种原因 也许其他的女生你很难去发现的 但是你看2号是学心理学的 这对他们之间的关系 也许是最能打开她内心 并且改变她性格的这种组合 我觉得这就是缘分的奇迹 祝贺她们 祝她们幸福 有请新的2号家庭 大家好 这是美少女变身了 大家好 我叫邓文琴 今年23岁 然后我目前就读于 马来亚大学金融系研究生再读 希望找到那个心意的她 如果能够找到 我就把这把扇子送给她 这是陪我跳了八年民族舞的扇子 但是如果找不到 我就拿着她 哪凉块哪呆着去 大家好 我是文琴的爸爸 我们家选择女婿的标准是 阳光开朗 踏实有追踪心 最重要的是要担当 但是我业余时间有个小爱好 比较喜欢玩小游戏 如果我的女婿喜欢玩游戏 和我一丧王者 最好了 来 欢迎你们 本嘉宾由真爱网推荐 千和好酱油 真爱林天佳 有请2号男嘉宾 男嘉宾来了 男嘉宾来了 这个好像还可以 还帅呢 我喜欢她笑起来的样子 真爱 真爱 打一下 大家好 我叫余少洞 今年29岁 29岁 29岁 他看着蛮年轻的 对 看着好小 在场就没有姐弟恋了 目前是在上海工作 然后我研究生是毕业于同期大学 在校期间也是获得了公派留学的机会 去法国进修留学 然后毕业之后 是在上海的一家投行 从事投资工作 跟我一样 跟我一样 那我在工作当中是比较严谨 但是在生活当中 我又是一个比较注重生活品质的这样的一个人 新鲜事物也有一个很好的要求 你来报到他了 1号 36号 谁报了 谁报了 现在我看一下几号报了 谁报了 谁啊 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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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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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行动派啊大家 来1号 嗨 男嘉宾你好 我是1号女嘉宾 你好 你好 我选你 是因为我们都是在法国留学 然后我现在也是在投行 也是刚到上海 所以还有挺多相事的地方 对 特别合适 然后对 希望可以多关注我 谢谢 谢谢 希望我们一会儿能够见到面 谢谢 我觉得1号很合适 我觉得我没了 没关系 没关系 可以惊喜一下 我想问一下 你的亲友团是什么人 亲友团是我的表姐和我的朋友 我们看一看她 你好 我是于超东表姐 我是她朋友 我其实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叮嘱一下你们作为亲友团的 认真看我们节目 好好帮她参谋 好 好 3号 男嘉宾 你好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 你会做饭吗 问的好 我会做 但是因为工作的原因 所以平常我会做 但是不做 那如果你的另一班 也不会做饭的话 怎么办 就 请阿姨做吧 请阿姨做吧 4号 我想请问你 业余时间喜欢运动吗 喜欢 平常的话在工作期间我会就是去健身房 然后平时假期的话我会去海边冲浪或者是去有雪的地方去滑雪 我比较喜欢那些户外运动 我比较喜欢那些户外运动 OK OK 对了 对上了 我也喜欢 跟我很像 我也会 ABC ABC 好规律 好规律喔 好规律 4年时间 4年时间已经做到高级经理 好厉害 生活 用小时计算 爱情 就是白昼 与新叶 第一任 理性而严谨 即使一个小时也会做具体的规划 她是那种 要知道下一步是什么 才会安心的人 她会给我这个压力 这个管得好多啊 哇 哪些啊 哪些人 诶 一 那我每天赶车都会误车怎么办 它可能会疯掉 经过这两段昼夜交替的爱情 我还是不能小心翼翼 患得患失 对方做得不好 不会选择您说 哪怕内心已经开始减分了 只希望他们自己发现 其实我要的真的很简单 亚洲的阳光归日 夜晚般自由向往 我相信世上寻不到的 都存在白天与黑夜 本嘉宾由真爱网推荐 为什么看完这个大家就 这个现在是 本嘉宾说他是一个精致的 一个男人 看片子也确实是很精致 你这么讲就生活品质 那我向你推荐酱油 一定要用千和铃添加酱油 不添加味精色素防腐剂 非常健康 你举手 你举手 你举呀 妈妈 我举手 对呀 你举手 孟爷爷 6号 男嘉宾 你好 你的生活很精致 我也很精致 我需要跟你互动一下 我给你送的没个花可以不 姥姥好像很相忠的样子 送的花是吧 这是女嘉宾的姥姥 可以 可以 给孟爷爷一个 慢点 慢点 你也好 我也有一段是吧 你也有一段是 一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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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个花 我想请你跳 你可以吧 来 走一走 走两步 都要跳舞了 十指交扣 十指方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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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跟我来 他会跳吗 可以 可以 你没跳过是吧 我特别喜欢你 姥姥不能跟你跳舞 我外孙女很勇气 姥姥很会 边跳边推想 我干嘛 好 好的 好 孟爷爷我想给一个 王又庆送一支玫瑰花 我想给王又庆送一支玫瑰花 给王又庆送一支玫瑰花 给她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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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又庆开始跳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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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吓 放上 放红 把扒 放红 太刀了 花给我 花给我 谢谢 谢谢 你的粉丝 不 千万别多说 谢谢 这是我的女儿 可惜我没有这样的姥姥 谢谢 你辛苦 不 应该的 加油 姥姥是不是很开心 来我们节目 对不对 孙女找不找得到男朋友 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跟王耀星唱了个舞 对 我最喜欢就是这位男嘉宾 太喜欢要动 你看我们节目是高级不高级 你看我们节目的正品都那么高级 青春词太激烈了 喂 你好 我是一号女嘉宾 能把我的声音播出来吗 好的 一号的声音放一下 你好 男嘉宾又是我了 嗨 然后呢 其实我也是把自己生活 我排得很满的一个人 我想问你一下 你说的享受生活 那你平常会做什么来享受生活呢 你好 女嘉宾 是这样子就是平常我工作日的话 一般下班都会和同事 或者跟朋友去喝点小酒 然后我休假的话 一般会去旅行 然后每到一个地方我都会去做 我想要做的事情 比如我之前去葡萄牙的时候 我在那边待了半个月去学习冲浪 冲浪只要网路好 就讯号好就可以了 然后我去日本的时候 也去考察了一下 自己喜欢的那些威士忌的酒厂 6号 你好 男嘉宾 刚才你说你喜欢滑雪 我们家是东北的 然后我们家部门就是滑雪场 咱们天天可以滑 是不是东北的必须会滑雪 就是出门的时候 就拿两条狗 好 我要下 你可以多留意于我们6号晚泽 喂 喂 你好 孟爷爷 我是4号女嘉宾佳影 可以帮我接一下我叔叔吗 4号 叔叔 叔叔 喂 球球 可不可以帮我问他 他减分 他要减到什么时候 他会和这个女生说分手 他是什么形式 用什么样的话 就和这个女生提分手 还有一点我想问 那我这种无车 无飞机 这他能接受吗 我咋没听明白的啥意思呢 叔叔 我听明白了 我就自主地说一说 我们家高佳影呢 我记得应该是四五年前跟我说过 他讲他25岁要 在护照上要盖25个国家 我估计他现在差不多了 应该盖上了 我的问题呢 叔叔开始自由发挥 对 这个小孩呢 因为以前学过舞蹈 运动技能最弹 这个可能是天生的 我们家人 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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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问题 问问题 问问题啊 就是佳影焦急问问题 吓我一跳 他从里边跑出来了 我没听明白啥意思 来 4号女生要问的问题是 比如你的女朋友有几次 比如约好了去哪旅行 误了航班 你想怎么婉转地告诉她你的不满意 对 怎么办呢 我会 我就会通过一些比较婉转的形式 向她去表达 改签费也挺贵的 孟老师 我解释一下 高佳影呢 我跟她出去过 每次都卡着点到火车站 我老命给她跑掉了 但是她从来没误过 我们大家会疯狂奔跑 说明她应急管理能力很强 你喜欢这种比如卡着点到 这个其实反而对我会有压迫感 我反而会去紧张 我觉得可能如果长期这样的状态 我反而会有点不太舒服 我觉得吧 你就直接说早出门10分钟 又不是个很困难的事情 你要凡事都是那么的委婉吧 也许不一定能达到好的效果 而且会这种负面的情绪 在自己心里面累积多了之后 反而不利于两个人的交流 喂 喂 哈喽 孟姨姨 我是3号女嘉宾 然后能把我的声音公放一下吗 3号的声音放出来 喂 你好 男嘉宾 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会不会介意 另一半生活完全都没有规律 这个是我比较介意的 因为我自己的生活非常规律 然后对自己的要求也比较高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比较慵懒 比较完全没有规划的话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介意 好的 那对不起男嘉宾 然后露露帮我灭一下灯吧 不好意思 谢谢 谢谢 喂 喂 孟爷爷你好 我是5号女嘉宾 可以帮我接一下我妈妈吗 5号妈妈 喂 妈妈 帮我问一下男嘉宾 他会不会介意我以后还有出国读博的计划 而且他29岁 他会不会还有他自己的节奏 就是我们两个会不会产生冲突 你好 男嘉宾 我女儿让我替他问一问你 你介不介意就是说你的另一半 以后再继续出国读博 其实我是比较支持对方去追求自己想要去完成的事情 不管是事业还是学业 但是因为我经历过异地恋 我觉得异地恋可能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他觉得是比较大的问题 但是我想要出国去读博 而且最起码三年的时间 结了婚之后就不是异地恋了 可是他也不会跟我走吧 因为他已经工作稳定 已经29岁了 我女儿问了两个问题 第二个我忘了 第二个我忘了 你看这个叔叔和这个妈妈对电话里面讲的事都 又来了 又来了 又出来了 又出来了 又来了 又来了 沉重的步伐 他出来了 他记得了 一点怨念 好酸 舅舅要发彪的表情 没有 我只是在思考怎么陈述女嘉宾们的这个忧虑 对于你刚刚所说的规划的事情 你愿意接受 比方说你跟他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他离开了 那是要做异地恋对吗 但是如果你跟他结了婚之后 他出去念书了 你可以接受吗 这个 好的 我知道了 谢谢 还是不能接受 你不要回去了 你不要回去了 扎个灯 我很忙 辛苦了 那我都没有等了 2号 男嘉宾 经过刚才的了解 我感觉我女儿也是在读的研究生 还有我的女儿确实有点小任性 我觉得我女儿有点hold不住你 hold不住你 不好意思 我走了 2号 好 是不是有三个面了 我挺喜欢的 挺阳光的 有点像 她的丑挺好的 完了 曼泽是不是要跟我抱 喂 喂 你好 沐云 我想转接一下我妈妈 你是6号 来 6号 妈妈 妈妈 就是我一位男嘉宾好像是那种条条框框类型的 我觉得我这个人还挺大条的 那可以尝试 可以尝试吗 这个东西就是希望找一个对你有个引领吗 因为你大条吗 我觉得你俩还挺糊涂的吗 我觉得留下来看看吗 我 我觉得还是就是灭掉吧 就是可能我没有那种心动的感觉 我和姥姥好相踪啊 尤其是姥姥 尤其是姥姥 是吗 是吗 姥姥心动了 她在里边看不清 姥姥 姥姥 你说呢 宝宝 宝贝你说怎么 你说还是 留下还是怎么样 好 留下好 我都看清了好 姥姥看清了 好 好 姥姥心气了 好吧 我也相同吧 姥姥太可爱了 来看三个女生的基本资料 刘颖儿28岁 投资银行资产管理 高佳颖25岁博士再读 孙婉泽27岁 互联网电商合伙人 看三条短片 人生最大的乐趣是干饭 这是我一餐的量 我每一餐都吃很多 基本上都是两人份起步的 最多一次吃过五人份 我每一餐都一定要有 蛋白质 水果 菜 现在就让我们开动吧 为什么可以吃那么多呢 就我喜欢吃 男嘉宾你饿不饿 我干饭给你看啊 下一条 平时我兴趣爱好广泛 其中之一就是cosplay 我连续独立地举办了 十届的动漫展览 不仅让我满足了我的爱好 而且还让我赚到了 生活费和学费 所以男嘉宾 你愿意陪我一起去逛漫展 一起打游戏吗 下一条 来 那你参观一下 我家一个重要的景点 登登登 这个 是我们21年前的我们全家库 这个是林邦妮 我在北京兄弟 他爸爸背着我去一个公园散心 好有爱哦 我拍着冷暖的感觉 这还是我50年前照的照片 你看咋样 是不是也挺好的 这个是50岁的时候照的 穿了起泡水 咋样看看漂亮不 我一直这么美 未来的女婿 希望我们家这里 也有你和婉泽的美好回忆 有请4号 6号 本嘉宾由真盖网推荐 有请1号 来 从4号开始 男嘉宾 你好 从我见你第一眼呢 我觉得你看起来 就是一个特别严谨的男孩子 但是这个特点呢 是正好是我没有的 我很希望你可以教会我 变得如何管理时间 但是你有讲到说 像我有时候赶车啊 会给你带来一些的紧张感 我希望如果以后再一次的话 你可以及时地告诉我 可能我改不了吧 但是 我不希望这个紧张感 可以给你带来一些 不太好的感受 如果你需要我来缓解 这种紧张的话 我可能也只能 跳一个舞来表达 就减轻一下 现在在场的压力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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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爬山 好 好 我爬山 好 我爬山 我爬山 很想要 我爬山 我爬山 心恶 等待被揭晓 现在爱的伤的秘密 我都知道 我觉得她会选四号耶 真的好喜欢 男嘉宾 你刚刚有没有闻到一种 很心动的味道 我闻到了一股高级的味道 我跟你说 现在高级的味道是什么好不好 女嘉宾香味的秘密武器 就是这个 阿道夫精油香护理洗发乳液 精油五感香调 不仅可以让头发轻柔顺滑 还可以持久留香48小时 爱的味道一辈子忘不了 6号 男嘉宾你好 就是当我看到你的那个短片的时候 你说你爱冲浪 爱生活 然后是一个有品质的男生 其实比较符合 我对男朋友的一个想象 我说到就是你是一个比较谨慎的一个人 但是我的性格就是有一点大大咧咧的 然后可能就是不会把一切计划做那么完美 所以我就想为你有没有建议这一点 对 我觉得这个可以两个人在相处的时候慢慢去磨合 不会说一开始就会去抗拒这样子 天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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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号 你好 我觉得生活有规律都不是自己想的 都是被工作逼出来的 所以我想都 就是不工作的时候 我可能也是大大烈烈的 但是可能有工作的时候还是要比较认真一点 因为毕竟是自己事业嘛 所以我明白生活一定要有规律 一定要有规划 那你才可以争取更佳的东西 然后我也在读书 你有那个资格我也在考 所以 我觉得他可能会转一号啊 看一下三线场男嘉宾的亲友团 你们觉得现在三个人当中 你们要淘汰一个 我们就是看下来的话 觉得是四号女嘉宾 可能就是相较于其他两位来说 不太适合于少洞 其实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少洞之前 就是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异国恋 所以他可能在异国恋上 会比较就是在意 你的亲友团建议淘汰四号 你同意吗 我听姐姐的 好 谢谢四号 我的天啊 港容真蛋糕好吃不上火 下面进入港容真蛋糕提问环节 最后一个问题问两个女生 我想问两位女嘉宾就是 如果有一天我们即将走入婚姻的殿堂 我要送一个求婚的礼物 一样是20万的钻戒 一样是20万我挑选的股票 你们想要得到哪一份礼物 我先搭吧 这是你擅长的 我选择的是先投资股票 如果那个股票升值的话 10年以后给我买个100万的钻石 6号 我是觉得就是投资股票 这件事情是挺好的 但是我妈妈以前也投资过股票 然后失败了 所以我觉得也不是很投资 前提是我挑选的股票 是你挑选的股票赔起来更多吗 不是 我之所以问这个问题 其实是有原因的 因为我在5年前 当时的女朋友 我送了她一个礼物 是一手的股票 然后后来她前几天联系我说 涨了很多 你为什么要跟她们分享 你送前女友的这个礼物的事 我是想 现在你要送我10手 我才会跟你在一起 10手 千和好酱油 真爱零添加 好了 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 两个女生你是选择1号 还是6号 她会选1号 她会选6号 你从来拿选1号 她走过去了 千和好酱油 真爱零添加 与你一起见证幸福 千和零添加酱油提醒您 新乡亲大会精彩稍后继续 新乡亲大会精彩继续 本节目由千和零添加酱油 独家冠名播出 买酱油选零添加 千和零添加酱油 不添加味精色素防腐剂 本节目由港容蒸蛋糕 特别赞助播出 港容蒸蛋糕 我对你是真的 港容蒸蛋糕 好吃不上火 养护有方有爱更健康 感谢ABC汉方纯棉的大力支持 我觉得这边在这儿 她走过去啦 在哪里 我们要怀疑 想离我看 看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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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今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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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很开心 这就是我同事 姐妹怎么比她还开心 爱的味道一辈子忘不了 有请嘉宾进入阿道湖相爱空间站 我希望就是因为我们都在上海 我们回去之后可以 首先可以约着出来 可以喝喝小酒或者吃个饭 我们可以互相增进一下了解 对 一起喝酒吧 狼牌特需 恭喜男女嘉宾牵手成功 与狼共龙马奔腾 坏了 下去第一件事情就是买目标 还要十手起步 要超过前女友 一号性格挺好玩的 有的人一般在前女友 会表现出那种反感 她也很开心 对不对 祝她们幸福 有幸新的一号家庭 都说不是一家人 绝对不及一家男女奔当去 好小龙主的感觉 好小龙主的感觉 哈喽 叫雅龙性格好好 老师好 哈喽大家好 我叫黄婷婷 今年25岁 现居在广州 我是一名小学语文老师 她好可爱好甜 我手心上的向日葵呢 就会像恋爱史的我 如果能牵手到一位 阳光般温暖的男孩子 我应该会做到 无论你走到哪里 我都会朝向你 我知道你说的这个暖男 一定就像我们的九九熊 感冒灵一样 暖暖的很贴心 对的 这是植入吧 是的 这是植入吧 是的 是的 哈喽大家好 孟老师好 我是王婷婷妈妈 我希望帮她找一个三好的男生 年纪好 家庭好 高可高 我的普通话也不是很好 但是我的厨艺还不错 你们签计成功了 阿姨波汤给你好哈 欢迎你们 来 请入座 本嘉宾由世纪佳元网推荐 哈喽 大家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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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河好酱油 珍爱林天佳 有请三号男嘉宾 大家好 我叫谢德鹏 今年24岁 然后刚刚取得了英国博明汉大学市场营销的硕士学位 即将就处于国内知名的互联网公司做管培生 我希望我喜欢的她是一个特别特别自信的人 可以很爱自己 甚至超过于喜欢我 谢谢大家 你睡着住在 后面要去北京 要去北京上班 对 这位喜欢 哎呀 喜欢了 笑起来 有点可爱 有点贪贪本贪 贪贪的感觉 她挺可爱的 5号 你好 男嘉宾 我想问一下 你对未来的另一半 你对她的性格方面有什么要求 你是喜欢她活泼外相的呢 还是喜欢她是文静内脸型的呢 肯定喜欢活泼外相一点的 我就特别活泼 1号 1号 我妈妈 男嘉宾你好 我想问你 你介不介意异地女生 如果有感情基础的话 异地是没关系的 就一定要很合拍才OK 关于异地 我听到一句特别反尔赛的话 是什么 是什么 我们能够选择的交通工具 可以一日往返的 都不算异地 飞机你可以早搬机去 晚搬机回 它都不算 哇 来 我们先看短片 你认真看一下VC 来来来来 生活有时很无聊 最好身边有有趣的人在 比如说我谢泽鹏 身高186 上学一直在篮球队 打过华人杯 也拿过奖 我也会篮球 看你快冲啊 快冲啊 不过我不是篮球运动员啊 今年24岁 国民汉大学市场营销学硕士 下半年正式入职 国内知名电商企业做管培生 性格随和好相处 朋友总说我是聚会的气氛组 如果你心情不好 欢迎来听我的单口相声 气氛组蛮好的 对对对 说话很直 懒得藏事 不感兴趣的女生表白 会直接拒绝 好的 谢谢 很抱歉 她懂得拒绝 以前的恋爱中 有很多自以为是的时候 单单从自己的视角出发 少了很多站在她角度的思考 很多时候 因为一些没过脑子的话 无意间伤害了对方 破坏了一段美好的感情 最健 现在的我 喜欢有反差的女孩 比如外表超A超S的姐姐性女友 但是内心可爱 我希望她有健身习惯 喜欢户外运动 气场不要比我弱 一定不要随着我的庆域走 因为自信的女孩 浑身都在发光 就是以来 我在跟你们 一样好 就像你一样好 约一个小声 我好像尾巴一 resource 我一直留在你 我还有她的健康 可以像你一样好 我的小声 你这一项 你好 我是为你爆灯的3号 谢谢 来自北京 开着两家民宿 也是往电商方面走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工作的性质 还有距离感都不是问题 而且刚才你的VCR里 有一句话我很喜欢 你很好 谢谢 抱歉 我觉得你是一个 懂得拒绝的一个男孩子 我很喜欢 好 谢谢 我要把这个胸花带上 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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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嘉宾 你VCR里面说 你很会活跃场的一气氛 那我想让你情景再献一下 可以吗 就是我给你打响一个情景 然后你去就是想象一下 你当时会怎么做 说白了就是哄 我努力一下 我们去吃饭 和朋友们在一起吃饭 但是这个时候 你的前女友也过来了 就是我们聚在一起吃饭 你应该怎么去缓解场上的气氛呢 你就把那个情景那个话 你说一遍 我们听听吧 那我前女友就叫谦和吧 前女友叫谦和 哎 赵涵这边是我的 之前的好朋友 然后这是谦和 然后之前我们有在一起过 但是现在就是成好朋友了 她现在 说不好了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在和我在一起的同时 你也会和前女友在一起联系咯 你们两个也是好朋友对吗 我的手机都在你那里面 我怎么可能联系吗 你成功了 好的 你成功了 谢谢 谢谢 你们俩说话的时候 有没有考虑过谦和的感受 谦和坐在那里 你自己是吃饭还是不吃饭 舅舅 要剩你 你来一遍 刚才那个情景 现任 前任都在 我们在社会上面拼搏 我们累积所有的资源 然后我们努力地向上爬升 好官方 无非就是努力 让这样的事情不发生 怎么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喂 喂 你好 孟爷 我想问男嘉宾一个问题 把声音放出来吧 对 你好 男嘉宾 我是二号女嘉宾 你说你以为嘴欠 导致分手是什么原因 之前女朋友她是想考验嘛 我就说你可能 现在这个学习状态的话 考验有点难 你这话听上去就像 直接看你这样就考不上 不会每晚的去说 你还好吗 我喜欢 我好纠结的 哎 孟爷 我对他嘴欠很好奇 就比如说 我想看看你欠到什么程度 你觉得我是不是胖了一点点 最近你会怎么回答 你的衣服缩水了哟 我带你去煎身好吗 我不带你去泡了 你最近可能我们过得太好了 吃得太多了 就委婉吗 这是尽力了吗 我倒觉得如果真的是男女朋友 并且很稳定的这种直说也没什么 我是不是胖了点 是的 而且很明显 这有什么问题吗 希望还是相对委婉 你毕竟胖这个对于女生来说比较敏感 但你就是胖了呀 这个很直接 不然是现场那个两位叔叔 有没有幽默点的方式 来示范一下 来 四号叔叔说一下 你是不是得罪人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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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不敢 二号 挺丰满的 我喜欢这个类型啊 她喜欢丰满的 这个还不错 六号 男嘉宾 我想问你个问题 就是你最不能永远的 就是女生奶 奶方面的缺点 这个的话 我觉得情绪稳定蛮重要的 你不能因为一个什么事情 前一秒还是和风气雨的 突然因为这个事 一下子就暴躁起来了 如果发现问题以后 你会选择冷战吗 还是 他们从第一个男生那边 还没有翻篇 冷战对于我来说 可能只是一个冷静的过程 家长们留下的这个伤害有点深啊 还太想冷战的问题 我自己特别讨厌尴尬 我很不喜欢冷战的状态 不管怎么样 我先认错呗 我缓和她的情绪 我觉得蛮重要的 你作为一个嘴欠的人 竟然害怕尴尬 也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 一般嘴欠完迎来的 都是一阵尴尬啊 只要你不觉得尴尬 尴尬的就是对方 对 你这话说的 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男孩子 我觉得 为什么不能早生两年 为什么不能早生两年 24岁 还可以调教 喂 孟老师 你好 我是一号女嘉宾 我想将我的声音共放一下 来 一号的声音放出来 男嘉宾 你好 我也会篮球和桌球 和你的兴趣爱好很相似 那你现在是会很喜欢 很独立的女生对吗 大家应该可能都喜欢独立的吧 我的话 我是比较需要陪伴的 我而且比较粘人 粘得多那种信念 我就很独立 我非常的独立 就是我食尔是粘人的小猫咪 食尔 非常的独立 食尔 这个 这个实在是 到底是几点 食尔 3号 男嘉宾 你好 比如说你现在就是进入到 你这个公司的岗位了 但是前妻会非常的忙碌 这个时候你的女朋友 比较需要你陪伴在他身边的话 你会怎么去做 只要是有周末 他真的需要的话 我会愿意立马去他身边陪他 但是真的是工作的时候的话 可能更多的只能是 我们进行一个电话这样的沟通 或者一直虚文字的沟通 说实话 我每次听到这种问题的时候 我都觉得男人变得很可怜 我就在想一个男人在这个社会上 他是应该有一个职业的 他也应该有一个社会身份的 我在上班 突然有一天我老婆给我打电话 我的女朋友打电话说 我现在要陪伴 男人说好 我公司会不开了 我客户不陪了 我也不给别人看病了 我也认识了 我说我要去陪伴我的女朋友 为什么要这样 男人不需要工作吗 对 说得太好了 对 兄弟 叔叔好 是要工作 对 我只想告诉你一件事情 就是我忙起来的时候 请你不要找我 对 差不多 对 就是这样 他就说 哇 对 什么叫陪伴 我告诉你们 只有病人和老人才要陪伴 男人 女人叫谈恋爱 叫相处 好 来 喂 孟爷爷 平复一下情绪 我是四号女嘉宾嘉莹 帮我转接一下我妈妈 来 四号妈妈 喂 妈妈 你是不是挺喜欢她 我觉得还可以 但是她年纪比我小 这不行啊 我问她一下 好 来 你好 男嘉宾 我想问一下 你介意年龄比你大的吗 不介意的 不介意 那个啥 我女儿子有点介意 你这个就不要问她妈妈 你不介意我还是要灭灯 那你就直接说我介意不就完了 婉妹 我是二号女嘉宾 麻烦转接一下我妈妈 二号妈妈 就麻烦灭一下灯 哦 我女儿说 就是你俩还是不是太合适 好的 好的 喂 喂 孟爷爷 我是6号 能帮我转接我妈妈吗 6号妈妈 喂 妈妈 妈妈帮我命一下吧 要缺少一点那种感觉吧 那个1号男嘉宾 你所有东西 我和姥姥我们都挺喜欢的 但是我女儿因为比你大了三岁 然后不好意思 谢谢 来看三个女生的基本资料 1号 黄婷婷25岁 小薰语文老师 3号 张兆涵23岁 民宿老板 5号 李雨昕24岁 研究生再读 三条短片 在我很小的时候呢 我爸妈就分开了 为了生活 我妈妈就放外面工作 我们有将近20年的时间 没有在一起生活 所以当我想她的时候 我都会拿她的照片 在被窝里面看 有时候还会哭起来 我现在就终于可以和妈妈生活在一起了 还可以抱着我妈妈睡觉 一定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了 下一条 虽然说家里从小都没有缺过一些什么 但是我从小就有一颗特别喜欢赚钱的心 我以前的时候有当过调酒师 有在西餐厅打过工 也有在牛面登过盘子 也有帮我传单 我在我二十岁那一年赚到了我人生的第一个一百万 男嘉宾 我不要求你现在 经济实力一定要比我高 我希望你的事业心和上迹心一定不能比我差 你准备好和我一起在北京这种大城市 打拼奋斗了吗 本嘉宾由真盖网推荐 本嘉宾由世界家园网推荐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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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1号 5号 本嘉宾由世界家园网推荐 有请3号 本嘉宾由世界家园网推荐 来 从1号开始 男嘉宾 你好 我刚刚有提到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是比较需要陪伴的 我指的是陪伴是 就是除了工作以外的空闲时间 另外我觉得我比较缺乏安全感的一点就是 因为我是单亲家庭 不好意思 我很想 真的是很想去 真正感受到一个男生给我全心全意的那种爱 不是我不能独立 我更希望的是 我的乖巧能得到你温柔的回复 谢谢 好乖哦 5号 男嘉宾你好 我是5号女嘉宾 虽然呢 刚刚我知道我并不符合你 喜欢的女朋友的条条框框 但是我还是从这个房间里走出来了 我不知道在这个场合我该对你说些什么 借用一句很喜欢的歌词吧 你问我要怎么形容你 空洞的词都不配比喻 没说完的那颗真心会用余生证明 我的男孩我想让他们羡慕你 我想让他们羡慕你 我想让他们羡慕你 我猜他会选雨昕 爱我不爱我选他不选他 3号 哈喽男嘉宾我是3号 我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一个女孩子 因为我已经有4年没有谈过恋爱了 无论是去哪里搬家我都是一个人 什么事情都是一个人 就是我的孤独等级可以达到10级 但是我也可以像一只小猫鸣一样黏人 看到你的时候还是真的挺心动的 然后呢 这个新花是我爸爸妈妈结婚那年 然后一直留下来的 希望我谁都没给吃给你哦 我吃给你哦 希望能够亲手为你带上这个爱的新花 好 你猜他会选谁啊 你的花瓣告诉你才会选谁啊 来 我们到三线上看看男嘉宾的亲友团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谢泽鹏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 三个女生当中 你建议淘汰哪一位 我建议淘汰一号 不好意思 一号 来 你的朋友建议淘汰一号 你同意吗 同意 谢谢一号 港容真蛋糕好吃不上火 下面进入港容真蛋糕提问环节 最后一个问题问两个女生 如果说你是一个男孩 你会很喜欢现在的自己吗 五号 五号 也许不会 这也是我刚刚说的 我未必符合你女朋友条框里的一点 我并不是一个很自信的人 在我身上的很多东西 其实只有我自己了解 三号 我非常非常喜欢呀 为什么 首先这个女孩子特别的可爱 特别的独立 该粘人的时候 粘人不粘人的时候 也非常的懂事对吧 乖巧 可爱 又孝顺父母对吧 我如果是男孩子的话 我会非常喜欢现在的自己 哎 这个问题有意思 我看到网友是这样回答的 哎 我哪有那个福气 千和好酱油 真爱林天佳 好的 两个女生要做最后的决定了 三号还是五号 千和好酱油 真爱林天佳 与你一起见证幸福 千和林天佳酱油提醒您 新乡亲大会 精彩稍后继续 新乡亲大会 精彩继续 本节目由千和林天佳酱油 独家冠名播出 买酱油 选林天佳 千和林天佳酱油 不添加味精 色素 防腐剂 养护有方 有爱 更健康 感谢ABC汉方纯棉的大力支持 新乡亲大会 暖心合作伙伴999感冒0 暖暖的 很贴心 爱的味道一辈子忘不了 有请嘉宾 男嘉宾进入阿道和湘埃中间战 在听完VC2的时候 然后我就大概知道 应该就是选他了 然后出来的时候也更加的满意 就觉得很开心 当时男嘉宾刚出场的时候 就觉得他有点狠狠的 感觉特别可爱 然后就是当时就蛮心动的 然后非常的激动 开心 要开始我的新一段恋情了 非常的开心 狼牌特区 恭喜男女嘉宾牵手成功 与狼共龙马奔腾 那舅舅给我们分享一下 今天节目的观后感 我觉得刚刚梦老 突然暴走那段特别好笑 好笑的笑点在哪里 我很怕你突然青睛突然要指 为什么笑 所有的事情是这样的 它都是积累到一定成果以后 你突然听你听这一句话 他这句话就为什么 他为什么要发 要告诉你 你听了一百遍呢 我想把我刚才的那个话 再跟大家说得清楚一些 我认为亲密关系当中 一定要包括相处的时间 但是这种相处的时间 不是单方面的陪伴 女人不要把自己摆在一个 需要男人陪伴 需要男人照顾的那个地位 这是一个独立的现代女性 应该有的品质 谢谢收看今天的 谢谢相信大会 下期同情时间再见 谢谢舅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